主料,面粉400克,酵母4克,辅量,水,可可粉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酵母中对温水化开,面粉准备好,将酵母水和清水倒入面粉中,将面团揉成三锅,面团放在温暖的地方,发酵至两倍大,发酵好的面揉出气泡,分成两等分,将其中一份面团擀成四方薄片, 另一份面团中将可可粉揉匀,将可可面团也改成和白色面团一样厚薄的片,将两张面片叠起来卷成面卷,将面卷切开,馒头蒸皮就做好了,馒头蒸皮放入蒸锅蒸蒸熟,烹饪技巧,做双丝馒头时,两片面片的厚薄要改成一致的,这样卷出来花纹才漂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